最近意大利的医生发了文章非常关注 讲的是世界线的第一例他们报道的 得了猴豆得了新冠 同时还是艾滋病的三重感染者 那么这个三重感染者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感染之后发生了什么 和现在人的一个情况 全世界各地的民种都非常关注 首先我想说 这篇文章能够做一个case report 病例报道发出来 其实沾了很大猴豆的光 之前艾滋病的患者和病其他感染 我们听的是非常多的 如果是医线的医护人员应该是见的蛮多的 他急诊 那么经常就会有急诊接过来的病人 并不知道他身上到底带了多少病 上了手术台可能才从血检发现 患者隐瞒了他有很多的传染病 比方说他就有可能是艾滋病加乙干加没毒 那么假如医生在开刀的时候 有烧友不慎 手术刀非常锋利 划破了防护手套 虽然说医生防护手套会戴多层 但是还是有这样一个风险 所以说各国的医生 都是面临这样的职业风险 在讲这篇文章之前 我们关注原来这些病 全都可以重合在一起的时候 首先要向我们的医护人员致敬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告诉大家 不是说猴豆才可以和别的病叠 艾滋病本身就是以一个 能和别的病一起叠的形态 被人所熟知的 因为艾滋病最后导致患者死亡 通常不是艾滋病毒直接对患者的器官 造成直接的影响 或者对患者的营养吸收 神经压迫之类 而是它去进攻人类的免疫细胞 叫做CD4 这个细胞 进攻之后人类的免疫功能 大幅下降 普通的感冒都有可能 致患者于死地 那这个问题 我们另外一个方向提过 现在这个患者 既然是新冠加猴豆加艾滋病 那么在谈到美国有大量的原生新冠 变移毒株的时候 我们提到美国这个艾滋病 幻灵率是比较高的 还有在不发达第三世界 也就是非洲国家 我们之前提出 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科学家 没有能够预测一个新的 当时还是Delta 会产生的可能呢 我们当时还并不知道 后面一个将肆虐全世界的新冠毒株 是Omicron 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们提出几大问题 一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解决 也就是我们一不知道 这些变异的毒株 到底是从动物身上变异出来 传染给人类的 还是人类身上传染给人类的 二我们无法确定 是老人和孩子这些感染者身上 更能自然筛选出 对更多人有传播优势的新冠毒株 还是像得了艾滋病 或者其他免疫区间患者 比方说这个先天基因绝线 之类的患者身上 他们更能变异出 这样的原生新冠 所以说类似这样的问题 第三包括什么生物实验 这阴谋论 我们暂且不去谈它 领域下水道之类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为止 都像当初一样 没有办法去排除 这些可能导致 新冠变异毒株的产生的话 我们又如何去避免 之后再有新冠变异毒株的产生 和全球大思念 所以这个问题 现在依然悬而未决 但是我明确有一个逻辑 是里头的艾滋病患者 免疫受缺陷的人群 他们如果感染新冠 和其他比较能变异的 病原体的话 那么在他们身体里是比平常人 免疫正常的人更能够变异的 而且这个变异 一如我们之前谈到 这叫普通动物 雪雕 丹麦去扑杀雪雕的时候 我们发现新冠病毒在雕身上 能变异出 人身上变异不出来 但是对人有更大危害的毒株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一线的工作人员和二线的科学家 对这些高位易感人群 得新冠之后 非常的关注 在他们康复之前 康复之后 对他们身体里病毒的一个动态 都有非常严密的监控 生怕你身体里变异出来 一些什么东西 比方说波士尚大哥 比方说俄罗斯那位 那么他们身体里变异出来的新冠 假如 假如传染给普罗大众的话 那么就不能排除 会是一个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 当然话说回来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我们基本上都知道 是吧 三种母音传播 血液传播 性传播 那么新冠 大家也应该比较了解 超早期怎么传播了 猴豆怎么传播 回来看一下 社会组织怎么说的 一般都是要亲密接触 而这个亲密接触 是skin lesions 皮损 物物生殖液 和 erphangel secretion 这个叫口咽部的分泌物 什么唾液之类 传播呢 基本上目前是在 gay和bisexual men 是男童性恋 和生理性别 为男性的双性 他们这些群体传播 当然这个形容是比较政治不正确的 用社会组织的话来说 应当使生理性别为男性 且和生理性别为男性的群体 发生性关系的群体 性别的认知是什么样子 社会是极力希望避免 因为要搞政治正确 所以说意大利的医生这里 讲这个话 不向大家推崇 特别是海外留学生朋友们 不要因为他们不负责任的 讲话影响到各位的学业 好 继续往下说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感染之后 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得了这么多病的 非常有意思 这位36岁的意大利男性 目前来看 最有可能是他在西班牙 待了五天的时间染病的 一开始是发现 他的非常衰弱 喉咙搔痒头疼 并且有复骨沟的 这个叫 Dinomagli 是淋巴结肿大 复骨沟的淋巴结肿大 是不太常见的 而且这个特殊的位置肿大 患者本身是比较难 不去察觉 忽略他 能够忍生疼痛 不去就医的 也因为这个患者本人是及时就医 医生对他有了一个比较细致的检查 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测 但即便是医生检测 我们看一下 现在医生总结这个图 也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他原来是三种病犬得了 医生一开始根据他头疼 喉咙搔痒 非常的疲惫 有淋巴结肿大 给他做的是新冠的检测 新冠当然是阳性 新冠阳性的同时 血测 做了血肠关系肯定 发现了他是爱滋病的阳性 爱滋病测出阳性之后又发现 他开始有猴痘的症状 我们之前讲过 在他的面部 在他的四肢 用视为组织的话来说 这一波全球传播的猴痘疫情 他出现皮损 长出痘来 都是离散生长 非中心的 人话说就是不太长在躯干上 不太长在背上 基本上长在脸上 手脚 而且冒出这些痘痘的时间 都是比较统一的 大小出现也是比较统一的 这个时候 意大利医生又给他做了新的测试 发现他居然还是猴痘的阳性 这下实水了 三种病一起得 那么这个病 依然要感谢我过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 只有外国提倡 跟所有疾病都共存的 现在是受到该疾病肆虐的影响 我中间希望我海外的华人观众朋友们 我海外留学生朋友们 能够看一下 该三种病一起得的男子 他出现了个皮损 大概是什么样子 由于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在吃饭 我就把他马上磋掉了 但是从图上 但是基本上能够分辨 出现皮损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在手心手指的夹缝里 额头两侧 进太阳穴的位置 脸颊两侧 前面部 类似四白穴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脚踝上 脚底 那么这些地方出现明显的皮损和破溃 特别是在美国的朋友们 在什么 我在波士顿 当初我在街上就碰现 有飞翼 脸上有如此明显的破溃 拦住要钱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衷心希望各位 尽量避免和他们有直接的接触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他们身上到底是哪些疾病 他们也没有这个义务 你侵犯他们隐私 他们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跟他们发生近距离接触 假如是皮肤上 是吧 我们已经知道体验能够传播疾病的话 后果是各位希望不享有这个后果的 话只能说到这里 那么从这位现在得病身上呢 我们得出来几个重要的结论 首先第一次往下看 这一位意大利的36岁的生理男性呢 的确玩的是比较花达 因为意大利医生说啊 他在2019年已经被测出有syphalus 就是霉毒 另外一个呢 在2021年的9月 他自己做了艾滋的检测 是阴性的 那么这里呢 大家应该知道啊 如果考虑到艾滋病传播的三种方式 普通人不涉及高危暴露的情况下 自己应当是比较少想到去医院 专门做一个艾滋病的检测的 所以2019年阳性的霉毒 2021年自己去测的一个阴性的艾滋病 告诉我们这一位骑马从2019年开始 就应当有包容性较强的性行为 这个多样性方面肯定是超出一般的普通民众的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他现在得了新冠 他打没打过疫苗 结果是他打过的 打过两针辉瑞 第二针呢 是在2021年的12月打的 根据我们现在已经得到的比较确切的消息呢 RNA疫苗针对当时流行毒株 身体带来的抵抗力 基本会在六个月之后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更不用说2021年的12月 当时流行的主流毒株还是Delta毒株 那时候Omicron才出了头角 Omicron对针对Delta疫苗设计的逃逸 那是非常之强的 主要的原因各位分析过 因为Delta毒株它是从 基本上是从人类身上变异出来的毒株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的视频讲过 印度发现了 如果我们这边简单来说 有足够的人可以感染 那么病毒也没必要进化出一些 去感染动物的问题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很好理解 它只要感染人 就能保证自己一直传播 它就继续进化自己 能够感染更多的人 造成更多伤害这些 但是比方说在非洲 人口密度稍微比印度肯定要低很多 那么再结合Omicron本身 我们提前六个月预告说 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毒株 是在纽约下水道里 发现了RNA残片 和后来我们发现Omicron毒株 它的序列的的确确和各种动物的ACR受体 匹配度是较好的 基本上就宣告了 这个毒株跟Delta的毒株 它俩的病毒结构差距是较大的 那么你针对Delta设计的疫苗 对Omicron有多少用呢 效用应当是大幅缩减 所以当初他2021年12月 打这个辉瑞疫苗 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抵抗Omicron的感染 并且患者本人已经承认 在他在西班牙待的这几天里 他曾经有未使用保护行为的 和男性进行的性行为 所以说这一名36岁的意大利生理男性呢 的确在性行为的进行方面 是符合社会组织现在提出 大部分猴豆的患者 现在基本上都是生理男性 和生理男性发生性关系的人群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本身就有从2019年就被检测出没毒 之后应当是有高危曝露的性行为 自己再去检测Ice病 应当是这方面是比较狂野 所以说得出的一个结论呢 第二个结论就是我们的普通观众 应当没有必要去因为这个事情 恐慌害怕说自己会不会得 因为这一位很明显是比较狂野的 男孩子出门在外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那么这一方面就能够免于受到挑战 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啊 经常会碰到这些外部有明显皮损 并且自己动作啊 这个精神状况可能比较狂躁不稳定的人群 特别是啊中心劝告在美国犯罪率较高的那些城市 什么芝加哥 圣吾伊斯 孟非斯 纽约这些城市的我们的留学生朋友们 如果外出最近美国是这个猴豆大肆虐 碰到街上有拦路打劫的所谓的要上来跟你突然非常热情 跟你握手啊 谢谢你中国朋友 你发现他有身上明显的皮损 可能流浓的 进食状况不太稳定的身上卫生条件 看起来就有些影响了 那么尽量避免和他们有直接的身体接触 不要让自己身上沾上任何可能从他们身上来的生物内容 比方说唾液之类的 那么会是保护自己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从防护等级来说 如果各位平常做好了对新冠预防工作的话 对于猴豆的预防应当是同时能够去做好的 所以说不必恐慌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各位更好地了解 这个病例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当怎么去预防猴豆 应当怎么去处理 可能各位在这个身处险境 那么每天都会遭受各种的挑战 如何保护好自己